接着我们做第16题练习 也一样 我们刚刚就直接点人不害各位了 所以就有问题 他就是这里又跟刚才一样 我每个电阻都知道 所以我就可以求出总电阻了 然后呢 他没有总电压 但是呢有个B点电流 那个B点电流就是那个导线电流 就是所谓的总电流 所以我有总电流了 我有办法求出总电阻了 有办法求总电阻了 然后他就问我们一些问题 第一个是问你是BC间的电压 BC间的电压 如果要带公司V给IR R给I分之V 你就要知道BC间的电阻 你就要知道BC间的电流 有给我的吗 有给我这个的电流了吗 有给我电 电都给了 电都给了 对不对 有了 但是如果都有就可以求啦 如果就可以就可以直接带V给IR去求啦 帅哥男 23 六十啊 六十啊 多少 你就听人家的 BC的电压就是R3电压 要求R3电压就要带R3电流 就要带R3电子 R3电子就告诉我啦 电的就是那个B点电流嘛 你是不是就B点电流嘛 就是无安培嘛 所以就带进我的公司 R3i分之V或是V等于IR 就带进去 就算就30伏特就解决了 那么下一个 要问我R1电流 R1电流 如果你要直接做 你想要带V点IR 你就需要知道R1电压 需要知道R1电阻 电阻有没有问题 可是没有什么 没有电压 没有电压 那 贵的人 贵的人可以用说我的无安培流进来 冰分两路 然后电压一样 然后呢 电流会跟电阻成反比 所以幸好呢 就反比 我把它比完就得错答案了 他有数学不够好 那我把它给怎么办 我想要求那一块 我想要求那一块怎么办 啊 我想要求那一块 M不和Julie 我 我没有电压 我用之后 总电流 我还没流进来 然后我要求上面那个 我有什么方法可以找 我有办法可以找到他 并连串联吗 并连串联吗 好像外外多少 应该想一下 让你们想 我没有再提示你了 让你想一下 你可以 因为 考试的时候 百度应该自己想的嘛 想一下我可以 怎么找到我需要的东西 怎么去找到我需要的东西 应该换女生的对不对 Number 10 10号 100啊 你又要听他了 他刚报错答案 他刚才报30报60 100报改50好了 还是相信他100 100啊 100啊 刚想听他 100啊 5 4 3 2 1 答案 100 100 他说多少 他说多少 30 3 3 3好小 请坐下 要算R1电流需要用R1电阻 需要知道R1电压 R1电压就是R1加R2的并连电压 是他的并连电压 并连电压可以用并连电阻并连电流 来求并连电压 并连电压 什么意思啊 那一块的这整块并连电压 用那整块并连电阻 就是他并连电流 并连电流啊 有了啊 那总电阻呢 并连公式吧 我们有并连公式球啊 所以导数他的导数 然后反过来就12欧姆 整块就12欧姆 那整块12欧姆 那整块电流叫做5万培 那你就会知道那一块电压 多少啊 啊 啊 V的IRR的I分之V 就是那一块的电压叫做 65的100也差太多了 啊 65 65的 那这个是并连电压 就是R1电压 就是R2电压嘛 那再带一次 V的IR R的I分之V 但是算什么带什么 现在带的是R1 就要带R1的东西进去嘛 刚才算并连就带并连东西进去嘛 所以R的I分之V V的IR 所以算要3安培 3安培 OK 就很快解决了 那下一题跟这个题基本上一样 现在求的是R4的电流 坐牌跟刚才一样 坐牌跟刚才一样 100 坐牌跟刚才一样 好 坐牌跟刚才一样 男生吗 坐牌就该打 男生32 600 66啦 600 32 6啦 起立 6 32起立谁 答案 6 4安培 请坐 刚刚才一样啦 要求 要求R4 7米安静 要求R4的 电流 要用R4电子 要R4电压 可是我没有R4的电压 但是R4电压就是并连电压 就是 R4R5的 并连的总电压 并连的总电压 一样 因为并连电压跟分电压相同 那如果我要求并连的电压 就要用并连的电流 就要用并连的电子 并连电流就是 并连电流 并连电流就是求他嘛 并都有人 都会求总电阻 就带进去我的并连的公式 去求我的电阻 叫做8欧 导数 相加的导数 那有了电阻 有了电 就得求电压 再带 R等于是R等I分之V B等Ir 求虽然那个电阻叫说40伏特 对不起讲错 电压叫40伏特 40伏特 但就是 避免的电压40伏 就C租电压40伏 也就是 R4电压40伏 R5电压40伏 再带一次 V等于 Ir 但是我现在带的是R4的电阻 再带的是R4的电压 求R4的电流 再带一次我的公式 V等Ir R5 I分之V 然后就求得 我的答案叫做4安培 他就叫4安培 我们就做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做法 OK吗 OK